花蓮县体育会所属的高尔夫球委员会 周末两天举办了109年县长杯高尔夫锦标赛 一共有25所学校196位同学 包含了花蓮县最北边的三战国小 到最南边的东竹国小 都有派对前来参加互相学习 而另外在泰昌国小也举办了县长杯分林游泳赛 期盼能够持续的推广各项的运动 花蓮县体育会所属高尔夫球委员会 24-25日两天在花蓮高尔夫球场 举办109年县长杯高尔夫锦标赛 花蓮县公计25所学校196位同学 包含最北边三战国小 最南边的东竹国小 都来到球场参加比赛 证明高尔夫球扎根计划成效显著 目前普及度也越来越好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各位校长的支持 成立社团之后 然后加上我们花蓮县政府 教育局的大力的顶住帮忙 然后最主要还是我们球场 我们高市公司 我们莫方经理能够帮我们很多的忙 才能够促成今天这个比赛 那明年花蓮县政府也会列入一些计算来支持 我们的高尔夫球 让我们孩子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发展 让我们的师资能够非常努力 高市高尔夫是一个友善的企业 我们希望把花蓮球场打造一个非常好的 观光 休闲以及兼竞技的球场 让全县的小朋友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场地来做培训 而109年花蓮县县长杯分铃游泳赛 也在花蓮县里太长游泳时举行 全县多位选手同场较劲 由徐正蔚主持开幕典礼 并表扬全民运获奖及破纪录途选手 勉励未来更多小朋友在运动场上近期展现 勇夺佳击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导